李克强是个弱势的总理 少有作为 习近平对李克强各方面的压制 用各种小组 后来变成委员会 变成了一个正式的结构 把国务院的行政权 决策权 拿到了各个委员会里面去 然后各个委员会用习近平自己当组长 就把国务院的权力给架空了 第二个就是安排人事 把金融这块全部切到刘鹤管辖范围 再安排一个发改委的主任何立峰 把主要的两个管理权限都拿走 所以李克强其实对宏观经济是没有管理权限 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后勤部长 管管就业啊 管管民生啊 这些问题 宣传就压制的更厉害 你看新华社就知道 完全压制李克强 海外你可以看到几个大外宣 早早的就说李克强最后一届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李克强仍然对习近平有制衡作用 也给习近平有很大的压力 特别是前年疫情的期间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 温家宝一语成衬 文革还会再来 果然再来 李克强说改革开放40多年 黄河长江不会倒流 中国不会关闭 改革开放的大门 中共大家知道 一直选择最烂的一条路在走 所以这句话我们现在留在这儿 我们倒是要看看 中国到底会怎么走 暂时回向你转发自行的路线 虚央 看看我要看车的路线楼 cerse我回了 最后一天的路线 其他人 没有终交往 对手行的路线 达捂